今天我遇到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 跟大家说一说 今天北京下大雨 说是要持续三十多个小时 早晨来上班的时候雨非常大 我整个人都被淋透了 打着伞也不行 身上也都湿了 但是幸亏今天来了 今天病人很多 天南海北的人都在这儿等着呢 的确咱不能取消门诊 都给大家看完了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高高兴兴走了 今天病人里头有一个老爷子 北京的 在他家附近就有一个 北京的知名的大三甲医院 在这个大三甲医院 他也有一个我们高血压领域的 非常知名的教授 这个老人呢 把我写的这个病历 和我开化验的 去找这个教授 开检查的时候 这个教授看完之后 跟这个老人说 说给你看 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大夫啊 水平很高 很好 方方面面都做到位了 真不错 老人呢 长了心眼 没提我的名字 今天过来跟我说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尤其是受到同行 人家不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下 人家这种评价 的确是让我觉得 今天上午就一直都很开心 因为自己多年的努力 在高血压领域 自己多年的学习 得到了认可 也希望呢 我自己掌握的这点知识 能够服务咱们中国 更多的高血压患者 今天很开心 今天虽然没有穿裤子 穿着短裤来上班 但是的确很高兴 一方面 被天南海北的朋友服务了 让大家满意而归 另外一方面呢 也听到同行 对于我这么高的评价 最后呢 希望张大夫的这些知识呢 能够得到更多人 能够帮到更多人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 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 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愿大夫